大家好,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 在周日的清早,密超继续首轮的较量 圣路尔斯体育会和艾美利加会短兵双接 前者过去几个赛季都是密超中下游的球队 战斗力显然无法和艾美利加会相提并论 两对金仗相遇,艾美利加会拿下开门红机会大 圣路尔斯体育会是密超的渔篮部队 过去多个赛季基本处于中下游的位置 竞争力实在不够看 之前的秋季联赛中 圣路尔斯体育会常规赛排名13位 无缘真贯附加赛之隔 圣路尔斯体育会进攻方面并不算太差 但防守却是明显弱点 之前的秋季联赛他们坤墙失球超过2个 这种防守强度实在无法抵挡艾美利加会的冲击 双方过去4次在联赛中交锋 圣路尔斯体育会都输掉了3场 其中还包括一场被对手5球的血洗 如今再次较量 圣路尔斯体育会恐租开门红 艾美利加会在之前的秋季和春季联赛 坤拿下常规赛第一并且问鼎最终的冠军 他们展现出了极强的统治力 新赛季开始前 艾美利加会还同提格雷斯进行一场密钞杯 艾美利加会在先落后一球的情况下 完成逆转捧杯 本土前锋亨利马田先系助攻队友攀平比分 随后又攻入反超的入球 帮助球队赢下比赛 如今开季之际 为免冠军的艾美利加会已经调整好状态 希望继续禅冠冠军 首轮比赛面对若女圣路尔斯体育会 艾美利加会兴取对手未有难度 多谢收听 记得赞和分享我们的影片 立即下载M直播 无论何时何地 犹豫自身现场 看尽足球 篮球赛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